Lumus Selam 集团 大家好 我是Lumus Selam 集团的首席工程师周孝金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系统 Lumus Selam System 我们简称为LSS智能充放电系统 这套系统是针对碳能路灯专门设计的 接下来我为大家去展示这套系统 这是碳能板 这是我们的一个充电的模拟阳光的一个设备 这套设备就是来记录这个充电电压跟充电电流的仪器 这两边线路板 右手边是我们LSS系统的 左手边是市面上普通的一个线路板 里面的核心部件就是这个芯片 我们的LS系统智能AI系统就集成在这个芯片当中 充电电压是4.6V 充电电流是4.0A 电流是4.0A 这是我们LSS系统 我们充电电压是4.6V 我们再展示一下 这是市面上一个普通的一个线路板 我们看一下 电压是5.4V 电流是3.0A 刚刚的数据呈现 我们已经全部呈现在这个黑板上面 我们LSS系统的充电电流 大家可以看到有4.0A 这个是LSS 普通的是3.0A 那我们LSS系统一天充5个小时的电量就是20A 普通的充5个小时的电量就是15A 也就是说 只是系统更换了其他东西都是一致的前提下 我们LSS系统每天的储电量是普通的 高25% 这个是世界上现在我们独一无二的 大家没有的一个技术 那25%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一个亮度 可以提高 一个亮灯时长 可以变得更长 亮灯时长 也就是说 在充电这一块我们 解决了市面上大部分解决不了的一个充电效率转化的一个问题 我们比同样都高25% 那接下来我们最重要要展示的是我们在放电这块 跟市面上对比的话强项更大 接下来我为大家通过这个直流电源的一个设备展现我们电池在放电过程中如何进行智能放电的 这是一个直流电源就是模拟以电池的 我们先把这个电压 这是电压 这是电压档 这个是电流 这是一个显示的 我进行电压的一个调节 我先把电压调到4.0V 4.0V代表就是这个电池现在是处在一个满电状态 我把这个插头插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处在一个满电状态 这就是现在一个亮度的一个呈现 再把这个电压调到一个中间值的一个状态 我们调到3.5V 3.4V吧 我们调到一个中间值一个状态 大家看现在这个电流 从刚刚的一点几 现在降到了0.68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电量的展示 现在是处在一个4格的状态 也就是现在电量大概有80%的一个电量 亮度跟这个电流是相关的 现在亮度就会比刚刚的暗一些 我们再把电流进行落电状态 就是电池已经处在一个只剩余大概10%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一个亮度的一个呈现 跟这个指示的一个状态 现在已经是这个红灯在亮 就这个锂电池的处电量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呈现的这三个状态 就是在一个电池满电 一个电池 电量处在一个中间值 还有一个没有电的一个状态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表格来挺先 就是电量在80%的时候 我们电池的电压是在4.2V 在电量80%的时候 我们电池的电压是在3.6V 在电池电量在10%的时候 我们电压是2.8V 没有电的时候我们这个电压是2.2V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阿六安设系统 我们可以 智能的兼换电池的电压 并且 学习这个电压跟电量时间的关系 在针对当地的国家跟地区 我们可以 根据它英语天的场导 我们可以很 很智能的去 计算当天我们在习要用的电量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英语天 电能时长 还有这个晴天的亮度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 通过这个 AI芯片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中上就是说 我们在 碳能板 给电池 电池输出单 电池 这里是我们的光源 LED 在碳能板 Solo 碳能板 给电池充电这块 我们提高25%的充电效率 在电池给LED供电这块 我们就到 VI 智能 结合这几个点 所以我们比市面上的 大部分的灯 我们的 中头的性能提高至少百分之百以上 百分之百 这就是我们 ROS系统 所体现出来的一个 一个中头的性能的一个优势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们 ROMOS SETOM SYSTEM 希望下次再见 谢谢